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这里不要买这种衬衣 又容易做又难得洗 你放洗衣机里 一洗洗不就行了吗 你说得轻巧啊 那放洗衣洗 最后还不是我来运呢 有运衣服很轻松吗 我一天到晚坐就坐马 都撤和你们眼俩 累死了也没有人心疼 行了行了 你放呢 等下我自己来洗行了吧 你自己洗 你什么时候洗干净过 那每次还不是我来重洗啊 陈娟 我不是说我把你把这个垃圾人的呀 我再查一些资料 我等下就拿出去 你说我收的钱是欠了你的 我每天要上班 还要坐着坐马的伺候你 这难道我就不累吗 你别说了 我没说不拿 你放呢 算了 没有一个人能帮的上班 我坐着坐马的付出 也没人看见 没人感激 也没人心疼 谁不帮啊 是你自己对我做的不满意 如果你不想做 没人逼着你做 但你不用每次都把用过没完没了 那楠楠我说错了吗 你除了帮到忙我天天还能干什么 楠楠 我好冤枉好憋屈啊 我像个陀螺一样 活干的最多 我老公和孩子从来不感激我 也不心疼 反而还嫌弃我 我这个人吧 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其实我心里都是为他们好 也没有什么恶意的 只是喜欢嘴上说两句而已 刀子嘴豆腐心 并不是什么包义词 或者说它就是低钱商的一个代名词 其实你一直是在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就这么说 小林 你在家里扮演着老婆和妈妈这两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很显然 你的忙碌是高强度的 但同时你的抱怨也是高强度的 你自认为只是多说了两句话而已 而实际上 就像是一个到处攻击的刺猬 整个人负能量爆碰 最后恶性旋反 你家人心里本来对你的付出是有感激和认可的 有时还会有愧疚感 但你过多的抱怨很快就会让大家变得反感甚至厌恶 此时谁还会念到你的辛苦你的补义你的好呢 小林 是你的抱怨将自己的辛苦付出和功劳一点点的谋涉了 难怪陈军都开始厌恶我了 我问你 你觉得你的领导会提拔爱抱怨的下属吗 你喜欢爱抱怨的同事上司或邻居吗 如果你老公一天到晚抱怨你 你能忍受吗 过多的抱怨就像病毒一样 会全然 会升级会爆发 所以谁都没有义务长期冲到你抱怨情绪的垃圾桶 对吗 艾兰 我就是这样 既然这样 那为什么要活成自己都讨厌的人呢 艾兰 我从来没意识到这个问题这么严重啊 那我该怎么办呢 不抱怨或少抱怨是对自己付出的高度负责 从今天开始学会闭嘴 你少抱怨少瞎操心 家人的责任性自然之一